一般我们的认知里面 假设以骑士来说 如果把增伤的技能跟娃娃拿掉的话 在同样的状况下去攻击小怪 加6大马跟加6所破 通常加6大马的伤害一定会比较高 但是今天有一个反例 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看 在第一把的武器测试上 我们拿的是加6的所破 那测试时间的话1分钟 攻击对象是这一只蜂木村的这个牧人 所有的伤害都从面板来看 观看里面前后的数字去计算总共的伤害 接着在同样的条件下 我们测试第二把刀 就是短刀加6的短刀 那一样时间是砍1分钟 测试出来之后 最后的结果你可以发现 加6所破的伤害 其实比加6的短刀来得高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小编这边给大家一个额外的提示 这个职业是黑暗骑士 详细的测试数据跟分析 小编会在后续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记得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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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